國內很多幼稚園當然有些有趣的新聞 如果有趣的話 當然被人虐待 打的不算有趣 之前那宗鋼管舞都OK有趣 經常有些事情你想不到 最近又有了 深圳龍江區有間幼稚園 有一個叫做我的小區的調查表 要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填 主題是讓小朋友了解自己這一區 感知同體驗作為小區一員的美好 太好了 是不是很正面 我有時也會的 我記得前一位上課 我問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你家附近有什麼設施 我提醒他們 例如公園有沒有 七十一有沒有 戲院有沒有 但原來很多小朋友是無法回答的 原來他們回家就真的坐在車上 他們未必需要坐在公共的工具 可能每天就是父母載他 他們就回家了 可能他還在睡覺 明白 即是一到門口已經是上車去學校了 可能回來就是這樣 所以原來他們對自己所謂的區域 社區很陌生 不是很清楚 但這個主題是我的小區 要填一些問題 包括 你住的小區和物業什麼名字 例如物業就是富豪大廈 你的小區是什麼時候是員工的 你的房子是什麼時候買的 購買的年份和每平方多少錢 是買定租的 好像地產公司那些 每平方多少錢問小朋友 所以他就叫你和家人一起填 他問得比較深一點 買定租和每平方的錢 租價還是赤價那些 那些家長就說 我為什麼要填這些呢 而且你是否因為想知道我家底 所以要我填這些呢 了解我到底是一個有錢 沒有錢是非常沒有錢的 或者他可能是那個MISS 他有副業的 他是做財經 找人開戶口 很有趣 你媽媽是小三還是小二 小四行不行 他應該還要加一些 就是你爸爸賺多少錢 是長工還是散工 他表也挺複雜的 很複雜的 不是開玩笑 是幼兒園的 聽你這個故事 我記得當年前 警隊裏面流傳一個真實的 括弧真實的故事 當時見升級 警員的階級 升高一級的沙戰 有一個女警去見 當時見的時候 會有幾間房間 你不知道哪間房間 是誰大Sir見到你 總共有三個見到你 當然 不同的階級 總之你幾間房間 你不知道能入到誰 就算換句話說 你認識人也沒有用 你不知道是否坐在那間房間 也不知道是否這個中心 還是另一區的中心 你今天怎麼來的 你這個房間 我坐巴士的 就轉車走過來的 原來事後 這個女警員 她是她老公 駕的私家車 載她回來的 為何要講答案 可能她想著 她又不想坐私家車 可能她說得辛苦些 很為這個房間準備 經歷過 對 就是少許錯誤 於是 就不讓她升級 即是發現她說謊 因為衣櫃Chairman 已經是看到她們 可能是今早回來的 或者是窗口 其實那條問題是測試 你的誠信 測測你的誠信 為何要講大話 這個真的不知道 她可能想著 很艱辛地來到 為這個房間準備 其實相反 就是她坐私家車回來的 老公載她來這裡 變了少許錯誤 正如你所說 誠信有些問題 說不 暫時不會給她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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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少事都說謊 將來你會怎樣 有什麼事 下口供 或者遇到個案 你會偏幫哪裏 這個很特別 可以跟別人分享 有什麼就再說 這個又非常特別 去酒店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觸觸那個 迷你酒吧 在衣櫃房裡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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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些一拔出來 就已經算數了 你知道嗎 真的嗎 夾住嗎 總之你一拔不回就去 一拔就已經算數了 現在普遍了 mini bar裡面 其實大部份的飲品 不收費 不是吧 有很多 開始多 我只知道 放在床頭櫃的水 通常就不收費 那些一定不收 需要免費 是嗎 現在開始多了 話說西班牙 如果你住在酒店 你檢查一下 不要想著一定不收費 明白 話說西班牙那邊 度假性地 有很多酒店 但法國最近 出事有些問題 就是很多客人 正常住在那裏 已經有一個英國遊客 不知道他跟家人還是怎樣 住在那裏 喝了一些迷你酒吧 啤酒 汽水等各樣 他拌尿下去 扭回去 書櫃仔 嘩 真的相當客人 熱啤就變成冷啤 於是訪問那些人 其實這些都不是一個 但你開過啤酒 你開過 那不是的 那些荷蘭水蓋 即是扮風 扮風 實在都可以 透明膠紙 你開的時候 開得聰明一點 他建格都很賤格 是啊 他賤得很賤 把尿 加點清水 做好它 然後放進去 等你門天過海 但他對他沒有處 但你下一手那個 其實不會 照計說風險不大 那你下一手來到 你一拔你都知道 嘩 為什麼這麼可愛 通話則他很用力拍到很緊 是啊 不知道的 有時候你心急 其實你開過啤酒 你不是開得太彎 你能蓋得很緊 說真的 可能你下一手來到 好熱啊 有個mini bar 對 有個mini bar 可不可以trace 剩下Bingo 真的無從 但他發現這件事 其實他在酒店裡 區裡很多很多情況出現 這幾年他轉了九成的酒店 那區的九成的度假酒店 不買啤酒 不設這個mini bar 在這個房間 改為自助一個售賣機 就在樓下大堂 也是的 你自己買完進來 我真的沒有聽過這麼賤價的人 是啊 對他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魚毛好處 沒有啊 純粹是你 我又喝了免費啤酒 那就累到大家沒有個小雪櫃用 是啊 那你晚上怎樣做 你咋啤酒在這裏 不是我喝的 通常不是這樣的 在車廂的時候 你有沒有用過一些 享受的服務 啤酒 沒有啊 你就算不喝裡面的東西 有時候的小雪櫃也有用 例如在外面買幾瓶 我都會 買水果 買水 我聽到別人說 洗完第三褲不乾 放進去 涮涮底褲 是啊 我現在就是整個壺不敢用 沙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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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小雪櫃 小到你放多一點都不行 那些小的 純粹兩排朱古力 對兩排朱古力 你有沒有遇到這些 如果你放這麼小 鞋子都不能放進去 還有一些經常不冷 又不冷 雪極也不冷 還有那些隔蟻仔 大家都說過 那些隔蟻仔 那些隔蟻仔差不多都可以開 甚至肯來哪個 還是拍過一條影片 輸入八個零 還是六個零 完全解回所有都沒有用 因為剛才你設定了什麼密碼都可以 即是世界Key 某幾隻牌子就是這樣 輸入回來一樣彈開 各位真的要小心 不過這樣 我覺得這個令到一些意外可以防止 譬如你進入後真的忘了 玩得太開心 但是你放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那怎麼辦 你找他 他幫你搞得到 你忘記密碼沒有問題的 我試過的 你試過嗎 試過 我經常都怕 糟了 如果我真的忘記密碼怎麼辦 然後最後自己記不回 那就糟了 沒有問題的 開不回你就整個隔蟻仔拿走 有什麼問題 這個厲害了 國內又有一個新聞 你隔蟻 隔蟻太重 其實這件事都很重 不過他是推的 就是迪士尼樂園 上海迪士尼樂園 以前我在香港 當我小時候 都有做這件事 就是帶了嬰兒推車 推嬰兒車那些 他園裡都可以租 但有時候 免得很麻煩 自己也就帶了 就像一枝傘 縮起來像一把蝕滴一樣 開了 但你去玩的時候 你去玩的時候 你去玩那裡的鋪 那怎麼辦呢 他有一個拍嬰兒車的地方 每個都是這樣 一推這樣 因為有時候趕著 快點快點 沒有什麼人 快點衝進去 因為沒得鎖 就是放下 其實真的是君子的作風 偷人家的嬰兒車 還有這對夫婦 他自己沒有子女 他拿出來的嬰兒車 但被人追到 抓住 還要發惡 罵人 說他很餓 即是他不覺得是偷的 他來做什麼呢 他又不是抱著嬰兒 他兩夫妻不是抱著嬰兒 他還要大聲夾 罵人回頭 但我聽不到他罵什麼 總之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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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說他偷 不問自取是為賊 這是聲言說的 那時候在日本迪士尼 我當時看到日本人真的很有秩序 那些嬰兒車是 因為他們抱著小朋友 進去排隊玩 都放在外面 齊整道 你以為有人在幫他排隊 沒有 是家長自己自發性 一架跟一架貼著伏伏 沒有凸出來 完全好妥妥 那裏有五六十架 很壯觀 我心想日本人真的沒得說 你這樣說又傷害了 傷害了玻璃心 你覺得亂 他叫亂中有罪 亂那麼擺 我找得回就叫做有罪 那時候經常說 日本人不偷東西 以為全世界沒有人偷東西 所以店舖 電報套善 很多人偷東西 還有一個新加坡 那個TCCK也說 我們在這裡 晚上出街了 完全不用關門 多好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新加坡 聚患很低 那些女生晚上回家 完全不怕 不是整個新加坡 跨其他人 新加坡有紅燈區 那些地方害怕嗎 有紅燈區和治安是兩種 他意思是說 不是太多罪案 有危險的機會偏低 新加坡人是守規矩很多 奉公守法 因為他們的刑罰比較重 像Ben也在這裡說 哈哈 我覺得除了刑罰的話 我想大部份的新加坡人都是這樣的 譬如讀輸四畢業 每個人都是按損 我的規劃只是按穩 我自己的理解 譬如說政府회場為妨搞定 我們不需要像香港人一樣 又要追尋樓 住屋問題 到時到後 政府會提醒你強積金 可以撥錢出來 買不買樓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所以他們覺得太高風險和生活有關的事情 所以我們香港人就不會罪了 富貴險中求 新加坡人就不斷命 穩穩定 好像家長會管治吧 我不太認識 鄉口交流不給食 他們求的是一些叫做開明的專制 最重要是不用選的 李嘉做得好一點 求他做得好一點就行了 不是加減性罪 開明的專制